職業在倫敦 對啦 怎麼約你 約你小寶 看到要跟我聯絡下來 幾個人在倫敦 特別憨氣 我不是在那邊wink 所以我剛才有點尷尬 這邊炸一下 職業病 職業病 炸一下有什麼漂亮 怎樣啦 怎樣 我就是Quinta 你想成為Quinta嗎 語氣版本 我就是Quinta 你想成為Quinta嗎 I am a Quinta You wanna be the Quinta 是這樣子喔 真的是這樣子喔 好奇怪喔 I am a Quinta You wanna be the Quinta 我就是Quinta 你想成為Quinta嗎 為什麼變這麼可愛 舒嬅 如果有人給我一百萬 讓我不要買你的專輯怎麼辦 那你就 叫別人幫你買個就好啦 腦筋轉一下吧 舒嬅 父母不同意追星怎麼辦 嗯 如果你現在 是花他們的錢的話 他們不同意 我覺得是 非常可以 理解的 所以如果你想追星的話 那你就自己去打工賺錢 花自己錢去追星 適當 理性追星 不要變成你的負擔 追星不可以變成負擔 喜歡看偶像劇嗎 喜歡看以前的偶像劇 不知道什麼 就以前那個味 有一個味道 那個味道 你們沒看我以前的偶像劇 人都不懂 都不懂 什麼才叫偶像劇 還笑我出馬去演 我很想拍以前那種 很純粹的純粹 沒有很多濾鏡啊 很生活化的那種 你們 你們懂嗎 你們這些年輕人 你們懂嗎 你們根本就不懂 說啊 兩個人互相喜歡 但都不主動 怎麼辦 那就 會錯過 你們就會錯過啊 還需要什麼方案 你們就算在一起 你們也很累 你們就一直在等待對方 一直在期待對方 會對你們的 會不會你付出什麼 欸 哈囉 你自己先去付出吧 情感的事業是嗎 真的 我真的我覺得我是耶 說啊 我現在看他已經分手 但我還是想念他 我該怎麼辦 想什麼 到底在想什麼 想什麼嗎 你跟我講你想什麼 說要什麼時候睡覺 怎麼了 會累是不是 想到我直播是會累是不是 我都不累了 你們在累什麼 看著人在累什麼 我在直播耶 欸 舒嬅爸媽一直吵架怎麼辦 啊你就不會吵架 奇怪咧 爸媽吵架叫怎樣 理解一下吧 等一下 你好 你有長大 談戀愛 我跟你講 好 你吵了可能比他們還兇吧 舒嬅要生小孩嗎 我應該是不會生吧 這麼痛 我沒有這麼偉大耶 舒嬅的理想型是什麼 沒有啦 沒有理想型 我一個要求就是 阿表高 只要是一個正常的人 有正常的思維 有正常的三觀 有嗎 有這種人嗎 比你高太簡單了 你完蛋了 我要把你公開 他在哪 大家幫我找一下他 鬧耶 子余也在 子余也在倫敦 對啦 對啦 我們前陣子見面的時候 他說他要來倫敦 欸 子余 約一下吧 他是說 我們在 我們出國之後 看有沒有原來在 國外見面這樣子 因為我們其實 有很小的運望 就是說一起出去旅遊這樣子 但是大家的時間都對不上 所以就都沒去過 欸子余 看到跟我聯絡下來 還是我這樣結束 聯絡你 你人家睡了吧 你怎麼知道 你是子余嗎 啊子余說語沒睡啊 你怎麼